飛球轉水要往前追 再來看一下 這個反應真的夠快 而且最主要是我們看到這顆球 在這些精彩的鏡頭間 您有沒有注意到一些音力舉 貌似和運動無關 像今年3月舉行的2013 國際自由車環台大賽的頒獎台上 滿滿都是贊助廠商的LOGO 我們就是在把說 運動專門的東西 要把它介紹到消費者的前面 或什麼能夠帶到廣告圖的面臨 像廣告圖現在做滿的廣告圖 運動行銷它主要是分成兩大範疇 第一個就是說你透過運動 去行銷你的商品 第二個範疇就是說 運動本身的商品 或者是說運動所設計出來的 各式各樣不同的產品 譬如像現在劍走也是一個產品 自行車環島也是一個產品 2013年的登山王冯俊凱 向台灣自行車一哥冯俊凱 順利完成了登山王二連霸的好成機構 只要和他有關的企業 幾乎都能出現在大家眼前 而這也是多處人 最熟悉的運動行銷模式 吸到一群人的眼睛的目光 吸引到之後 那就看怎麼在這個眼球上面 或這些人的腦袋裡面 怎麼去分開的一片空間之外 曝光是只有選手身上的logo能曝光 運動行銷的三大元素 運動 企業與媒體 企業提供資源給運動 好看的項目媒體自然有興趣 多了曝光機會後 企業自然就能賺到商機 而這三者間的關係不是單向 是相輔相成 像後面期望周俊勳成為世界期望後曾說 因為媒體曝光 有廠商找我 而我個人最希望的是 替形象好的公司代言 再讓他們贊助 職業為期 另外不同的運動項目 吸引的族群也不一樣 像棒球 進場看球的人 是男多於女 學生多於上班族 要是有企業想搶供這塊市場 只要適時善用運動行銷模式 對拓展顧客年齡層會有幫助 這次的花會 我覺得我們的投資是很值得的 因為紅機隊一般的運動賽事 我們事前都有經過一些評估 這個除了對公司的品牌有所貢獻之外 我們覺得最大的就是 對我們的消費族群的一個定位的族群 那大家知道這個運動的參與 以年輕人來居多 那我們希望這一次的贊助這個明星賽 能夠對喜歡運動的這些年輕人 把這個運動行銷帶到這個族群 除了棒球能吸引年輕人關注 台灣最早投身運動行銷 現在是北體教授的秘錄卵分析 在台灣長青引法族會是下階段 運動行銷最搶手的族群 我們國內的官方的統計 在2009跟2001年 統計資料就只有 有35.9%的從事健走運動 也是國內運動人口最多的一個 運動項目 那我相信呢 健走將是未來的一個新興的產業 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休閒運動產業 運動行銷到底是不是萬靈丹 不論是贊助還是冠名權 一定要鎖定重點帳目 不要亂槍打鳥 這樣才有效果 我只會測他的 摩航 在押時 位同致 bara